今天那句话 Stay the same 门都没有 再次重申去台化 掏空台湾门都没有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 17号在玉山科技论坛 以半导体产业的新挑战为题 发表演说 也是台积电美国亚利桑那州厂 装机典礼后 魏哲嘉首度露面 并回应了半导体去台化的议题 你以为工厂盖完技术就来了 没那么容易 你有了工厂 你有了技术 你以为你从此飞放腾达 没那回事 你还是必须要有一个生产的技术 今天半导体的技术 不是就研发了 连生产本身都是一门绝问 魏哲嘉表示 台湾能够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 那是30多年的努力 台积电能够成功 是和协力厂商共同成果 这样的生态圈 不是一天就能成型 而日本近期要来发展2奈米 魏哲嘉认为非常困难 其实想问他们有没有3奈米呢 有没有4呢 都没有 那么他们就发明出一个 我们很想讲的叫弯道超车 各位知道弯道超车的结果 就是保险公司要赔钱嘛 他表示台积电在哪里设厂都是为了客户 并透露去日本设厂 是因为日本客户是台积电最大客户的主要供应 所以必须支援 不过在日本厂会盖到多大 魏哲嘉笑着说是机密 星藤野太电视 之前李曾星敏 台湾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